南京三条巷二十五号的前世今生,最早数到冠文昌宫。 历史上曾数文昌宫三条巷二十五号民国建筑,这栋民国建筑旁边的小街巷名为文昌宫。 先来说说文昌宫的历史,据白价曲文物质, 记载文昌宫在三条巷二十五号大门,本朝南,在金文昌宫巷英功名太平铁, 国时期刷书牙社在此处青铜至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五月在旧址扩大建屋二十六间外建牌楼, 月台,脚门,库房十一间,并置全套礼乐,地气大殿, 于一九二六年焚毁后,改为备复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世起车营新中国成立后, 仍是汽车营县位南京部队后勤工程队所用原建筑以及本部存在只有几处房, 下为旧物文昌又宁文曲兴,文兴中国神话中处在功名落尾的神清史稿理智, 直省文昌宙有此以时相似,据南京史话记载。 刷书牙,负责印刷书籍和告示就设在里, 捐刻牙,不远的,文昌宫,金一仙桥三条巷底, 后面太平天国的许多重要官书,如天朝填母制度, 太平立志,太平君墓,太平条规,等绝大多数都是在天津印刷的。 由此可见,这栋民国建筑的所在地历史上曾经是道观文昌宫太平天国时期更改为刷书牙。 贝福厂主任林泽瑞笔者在开画文史资料第四集中找到线索, 据1936年到文昌宫这个被俘厂就业的开画人也还回忆, 林先生家独门独院,有围墙进大门院,里边一幢二层小洋房, 这个厂在南京三条巷文昌宫旧纸厂部有财务, 公务谷后面有缝纫部,皮革部厂外有女工部全厂五百多人, 是国民党中央军需署直属的实验星贝福厂。 在林厂长领导下经营管理、生产秩序, 都仅仅有条林厂长的办公室在二楼, 由这段记载可以推知三条像这栋民国建筑, 很可能是贝福厂主任厂长林先生的办公楼这位林先生, 就是林泽瑞,林泽瑞,原名林耀祥自号然, 浙江开化县马金镇人, 1897年出生林泽瑞, 早年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旧读时。 林泽瑞回国后参加国民革命军, 在白重洗部下任宣传队队长后, 又担任过位于三条巷文昌宫的军政部军需署第三被辅厂主任, 军衔为中校, 并随厂内迁长沙并晋升为少将厂长, 后来林泽瑞因下属犯罪入冤狱, 林泽瑞的夫人金淑敏满族人素, 与李中仁夫人国德结交好过, 答应出面营修一个多月后, 林先生终于获释从此以后, 林泽瑞甩掉了乌纱帽, 离开了军政界到桂林中华建筑物金公司当经理, 后来他去上海, 开设了大安危机橡胶厂林泽瑞处, 玉京商获得盈利不忘家乡教育事业, 1939年他会计划6000银原则成开, 画地方绅士负责筹划建造校舍十八间, 这就是今天的开画马金镇中心小学的前身。 1998年6月5日, 林泽瑞在中国台湾仁爱医院与世长辞, 葬于台北洋明山第一宫, 目击受102岁, 第三被俯场, 的历史再来说说这个, 军政部军需属第三被俯场,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词典, 记载这个场1930年下创, 设于南京, 最初是接收陆军教导第一师缝纫工厂编文, 首都被俯场第一工厂。 1935年秋庚明委, 实验工厂, 由林泽瑞主持1937年9月该厂西千长沙江电力缝纫机, 制削机转移到湘潭东平镇, 设立湘潭工厂。 1938年7月1日, 编为军政部军需属, 第三被俯场, 1939年又牵桂林1941年5月, 接收汉商军服厂, 1942年1月, 厂全部牵湖南齐阳分第一, 第二缝纫及裁剪, 染色, 制寇, 昙花, 纺线, 织带, 纺织各工厂。 1944年6月第三被俯场签贵州都云, 9月在签贵阳1945年1月在贵阳复工, 下设六个工厂第一, 二工厂负责缝纫裁剪, 第三工厂管理染色, 制寇等第四工厂, 昙花第五工厂仿线纸带第六工厂制携, 并接收贵阳中华北服厂, 1946年7月编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重庆贝福总厂贵阳贝福厂旁边还有, 四围里, 民国建筑另外, 三条巷原文昌宫地区的北端, 还有一副民国建筑, 系民国招名报人陶菊尹, 和报社三位同仁许燕飞, 蒋有文, 成义中三家合建的住宅许燕飞, 为南京华报经理, 蒋有文在南京任军委, 会中将贤高级文职人员, 成义中早年任过湖南新报, 民本报, 记者时任郭敏政府失业部, 参使这栋住宅出名, 四为底。